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8日在北京街头店铺买包子的消息引来网民热议,以往在新浪微博讨论中共领导人,遭到删除的几率高。 但此次习近平处理买包子新闻却不同,新浪微博甚至开专区让网友放开讨论。 不过有关批评习近平的留言,还是遭删除。 在推特上的言论则相对自由,有些人把官媒过去讽刺美国驻中国大使洛家辉搞亲民秀拿出来做比较。 网民文韬写道,北京日报去年的评论文章称洛家辉是表演拙劣的政客,从乘飞机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买咖啡的平民生活秀。 该文提醒洛家辉,不要搞些尚不得台面的勾当,自作聪明,只能聪明反背聪明物。 该报官媒随后还敦促洛家辉公布个人财产。 有些网民觉得习近平带头公开财产,要比带头吃包子更重要。 有网友评论说,希望明年凉会节俭半会,吃包子就好。 其他高官也多吃点包子,坐坐公交地铁,别再跑高级会缩啦。 还有一网友说,这身材按说应是告别肉类内脏啊,吃这么多彭子子,习近平夫人彭丽媛,知道吗? 习近平一场亲民秀。中国网络顿时炸了锅。 前不久,香港大公报发表习近平自己搭出租车的新闻,引来官方出面必谣。 此次网上出现习近平吃包子的微博后,也有人担心是否真实。 另有网民调侃说,习老大是学毛主席的,你们没看出来。 当年老毛突然窜到街上买包子,吃完了才发现身上没带钱。 再说,他也不认识人民币,幸亏警卫帮他付了,否则每名就有瑕疵了。 好在习总是有工资的,身上有钱。 名叫方月迪的网友在博客中说,习近平吃包子算是真切地回应了民众的诉求,是对民意的一种尊重。 但中国人为了这一顿包子等了六十多年。 中国的领导人也为这一步努力了六十多年。 在这些年里,领导人从政治上的神变为政治常人,他们也在通过一系列的亲民动作完成了自身的政治驱昧。 时间看起来。 感谢观看